树梅大投家 但是綠營的立委拍桌子 他说你不是先说好要让我讲吗 结果后来又不让我讲 但是明明就是因为三党要来轮流 韩国瑜就生气了 他说你是鸡蛋里面挑钢筋吗 所以现在绿營为了要党国会改革 难道真的是要全面来开战了吗 我们都要一起来讨论 问家来宾第二位是前立委蔡振元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主持人媒体人陈辉文 代表彬恩 好 我们就要来看到 这王毅川他到底有没有拿资料 而且到底有没有监控百姓 因为先前他在绿媒上不大啦啦说 他用手机的讯号来分析轻了吗 引发了监控人民的争议 那么让大家更质疑的是 这些资料到底是从何而来呢 结果北检就传唤了王毅川 结果他怎么说 他说我是依据资料来推测的 奇怪 不是又说了 他改成说他是用膝盖想出来的吗 怎么被检察官问话又改口 又变成是依据资料来推测 那到底是什么资料 这不是问题就大条了吗 好 所以徐晓鑫就踢爆说 他的消息来源告诉他 其实王毅川的资料来源 就是5月27号 当时民进党党内 开了一个主管会议时 王毅川所拿到的资料 而这个资料就是四方电讯 也就是中华电信的子公司的 一个交叉比对报告 而且5月27号 王毅川拿到这个资料之后 他就立刻当天 马上在绿营的媒体上大谈特谈 真的是这样吗 作为王毅川顶头上司的林又昌 就被问到了这个问题了 到底有无此事呢 没有想到林又昌的反应也很妙 他先是愣了一下 接下来他就说 这个说法是匪夷所思 民进党每天都开很多会议 难道徐晓鑫在监控民进党当中一样吗 好了 那现在林又昌就说了 反正总而言之 绝对不是像徐晓鑫说的那样 那到底是怎么样吗 可是也怎么好像完全没有否认呢 过去不是很敢提告吗 那么如果真的不是这样子的话 为什么不提告呢 到底有没有这件事情 好像这态度有一点模拟良可吗 好 不过我们来看到 四方电讯当然也发了一个声明 四方电讯他怎么说呢 好 四方电讯说 我们是第二类的电信业者 业务经营是以国内外企业的客户为主 不涉及行动通讯系统的服务 那么与行动个资的收集是没有关系的 再来我们确实有做网路的舆情分析服务 可是这个也无设个资与隐私 意思是说我们服务外国的客户为主 然后我们确实有收集舆情 可是呢我们也没有来这个用大家的个资和隐私 这个是四方电讯的说法 不过这四方电讯现在呢 他的这个顶头的这个上司 现在上面的这个大老板 董作是谁呢 也被人家起底的 他叫做吴彦宏 这个人呢 他其实是新潮流大佬 洪奇昌的助理 然后呢过去也当过蔡英文 陈建仁竞选办公室的主任 多次捐还给民进党 算是新潮流里面的一个要角啊 好了那这个过去呢 我们看到四方电讯呢 做过哪一些的业务呢 好他曾经呢 为蔡英文的两次大选 提供了语情的监测分析 再来了 在陈宗燕当台南民政局长的任内呢 也承包了2018网路语情的监测分析服务案 所以我们看到四方电讯 他们呢告诉大家说 他们是第二类的电信业人 那么其实服务的很多是外国的企业 然后呢这个都是跟什么机房啦 海底电缆啦等等有关系的业务 可是怎么去大搞语情分析呢 而且这好像也不是他主要的营业项目啊 好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过去啊蓝绿角逐立院龙头的时候 不是爆出说绿营曾经有对特定的委员 祭出八位数利益来利诱吗 当时传出这个谣言传闻的时候呢 这个民进党火速就立刻提告啊 甚至说还要求偿一百万 那如果今天徐晓星是一个乌龙爆料好了 这林佑昌的态度怎么好像有点暧昧呢 他为什么不敢说绝无此事 而是说匪夷所思 而且不是徐晓星说的那样 到底是哪样子 为什么不跟大家讲清楚说明白 为什么只敢说匪夷所思 而不是果断的来提告呢 慧文哥怎么看 昨天因为民进党有办一个这个大大的这个活动 他把这个所有县市党部的主委通通都叫来 然后赖清德主席亲自下动员令 然后在这个记者会呢 其实我们我们记者有尽力的啦 这个是林又昌 那刚刚哈云宇提的这个问题呢 我们记者问了两次 也就是说林又昌回答一次之后 我们记者还不死心 就说我们这个到底 徐晓星到底真的还假的 那林又昌又把他的答案呢 又重复跳针了一次 所以基本上就如同哈云宇讲的 这个跟我们所熟知的民进党 这个架势不太一样 那因为这个案子呢 其实我们也吵了非常久 就是说北检要去侦办这个王毅川 这个是5月29号的事情 分案调查是5月29 那王毅川在这个友台呢 这个大吹特吹来 我们这边有时间表 他爆料是5月27 地检署分案是5月29 那国民党6月7号才去告发 那为什么国民党要隔了这么多天 才去告发呢 可能是因为冬午节的关系 国民党就去过冬午节了 那在这个冬午节之后 这个检察官那传的王毅川 6月11号终于传了 终于传唤了 那你看这个时间都拖了多久 从他分案到他传唤 隔了这么久 可是大家注意看说 王毅川的结果是什么 是无保请回 那像我们检察官在做这种动作的时候 叫无保请回 就表示说台北建署在办 那观众朋友可能就成这张表 可以看出来 检察官他根本就没有要办王毅川 这个分案调查是干嘛 是办给你看 其实是在保护他 那告诉大家什么呢 就是说你们国民党这些叉叉 国民党那些立委说 我们准备来行使调查权 我们来查王毅川 你国民党你想要做这个动作 当然这个国会改革这个案子 因为行政院要提复议 民进党团要提视线 所以这个是你 你行使调查权 目前还没有所谓的这个调查权的行使 所以观众朋友 我们可以看到说 昨天徐晓星在这个委员会提到 这个咨询说 这个什么 什么报告清聊的各自什么 其实我必须告诉大家 我们对徐晓星 不应该有太多的这个过度的期待 为什么 因为他是立法委员 他不是检察官 所以他没有办法去办王毅川 他只能检举说 王毅川这个交通违规 没办法去办他 所以你说要叫徐晓星 把这个这个清聊的案子侦破 他是破不了案的 那真正应该去办这个案子的人是谁 当然是台北地研署的检察官 你不是天下第一署吗 对不对 那这么早就有人 而且还有人去 新党也去告发 国民党也去告发 你自己也主动分案侦办 你有什么理由不去查王毅川呢 那你看检察官的动作就很简单 我跟大家讲过 王毅川的通连你掉了没 王毅川的这些通讯的软体 APP什么的 他的手机 他的这些通连 他的电子邮件 他的个人的电脑平板什么的 这些该做的基本功 我们的检察官有做吗 对不对 我讲一句比较这个 这个侦查手段 你有监听王毅川吗 如果我是检察官 我会监听他 因为我不晓得你跟谁联络 那你在东窗事发之后 是不是也要去灭证呢 对不对 所以其实在奔案的当天 就应该把王毅川 拘体到案 不是这样子吗 你从检方的动作 就可以看出来说 因为他是民进党 中央政策会的执行长 他是民进党 现在不分区立委 递捕的第一名 他随时都可能会变立委 如果民进党前面 有不分区的这个 要递捕的话 他就是第一顺位 男生的话是第一顺位 那你说谁敢去办王毅川呢 没有要办他 好不好 各位观众朋友 这个跟我一个月 没有一个月这么久 跟两个礼拜之前跟你讲的差不多 他不会去办他 王毅川没事 他也不会去查 那你说这种国会的调查权 这种什么清涼的个资 民进党的态度 的确很暧昧 依照民进党的惯例 应该是把徐晓星痛骂一顿 可是我跟大家讲实在话 其实在最近的这几个 几个月以来 从徐晓星的大姑被收押以来 他已经被追杀得很惨了 那你现在又跳出来说 要去查这个王毅川 这个清涼的东西 更是民进党的眼中钉 一样去秀 今天早上又有人去告他 而且台湾激进党的朋友去告他 我还很认真去告他 他去告什么 告他那个 他婆婆贷款的事情 我要这边要证告 台湾激进党的朋友 那个两个月以前就讲过事情 怎么又拿出来讲呢 对不对 那国家机器现在在谁手上 司法检掉听谁的 听谁的 当然是听民进党的 我们在现场欢迎这个匪谍 侯汉廷 他就是民进党追杀的匪谍 对不对 不是说侯汉廷是匪谍吗 什么新党一大堆人 现在侯汉廷无罪定验 对不对 他一度被限制出境 对不对 这种事 这个就是冤案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民进党 他想办你就办你 他不办你就不办你 那你今天国家机器都控制在 这个民进党的手上 你就去办徐晓星 我们也要帮他辩护 他如果有任何的什么贪污洗钱 然后什么 就是讲得很像他很像是 无恶不做这样子 那我请问大家 他的这些案子 讲了两个多月的 有任何的结果吗 没有啊 好不好 所以我要请观众朋友看清楚 谁才是被民进党追杀的 我们现场一个被骂成贼碟的 另外一个马文君委员 他在选举过程被讲成什么 卖台 卖台还能当选 你看这个国家多有民主 对不对 赖清德他们民进党不是一直讲吗 马文君什么出卖国家利益 什么钱 我坦白讲 我也不知道你的设案情节是什么 反正就一直骂他就对了 好 骂了老半天就他还当选 这为什么呢 好不好 现在你看到许小新最近的待遇 其实跟马文君跟侯汉廷 其实差不多 好不好 所以你要看清楚民进党 他在这个人格毁灭的这个手法 看清楚 那我们没有要帮任何人辩护 如果真的有不法 赶快关起来 对不对 怎么还让许小新每天在开记者会 每天在爆料呢 所以观众朋友不要被那些 恶意的栽赃抹黑给骗了 好 所以现在许小新就是直接爆料指控说 王毅臣手中 所谓监控老百姓的资料 是来自于中华电信的子公司 叫做释方电讯 这释方电讯的动作呢 许小新就直接说了 他是赖清德的亲信 叫做吴彦宏 不过总统府立刻跳出来反击说 这是胡乱拼凑啊 好 释方电讯也发表声明说呢 他们是一个二类的电讯公司 业务不涉及行动通讯 因此呢 也没有搜集老百姓的行动个资 不过根据南影所揭露的资料 这个释方电讯 曾经两度在大选期间 来帮蔡英文总统提供了 语情的监测跟分析 然后呢 赖清德的爱将陈宗燕 在台南的民政局长任内 发包了一个网络 语情监测的分析案 刚好也就是由释方来得标 那么释方电讯呢 其实是中华电信的子公司 所以呢 他们主要业务呢 根据他们所提供的 叫做 这个是所谓的宽屏的 这个电路 还有IDC的机房 海底电缆 云端商务等等 好 连绿营人士都说 释方做的是非常赚钱的独门生意 好 所以如果手上没有一点独门秘技的话 要如何来做一个 没有列在他的营业项目当中的 舆情分析 而且还可以拿到民进党的这个标案呢 麻烦你怎么看 民进党的标案一向不需要有规矩 因为我们看到非常非常多的案子 这也是这一次 为什么要成立调查权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那刚刚慧文也提到 其实我们在座的两位 包括汉田跟我 还有徐晓鑫 我们三个其实被打击成这样子 我相信其实一定有踩到他们的痛点 那他们大概就会用人格毁灭式的 这样的方法来对待我们 可是这一次的这个王毅川的事件 我想就像刚刚讲的 其实他是非比寻常 因为民进党通常不会这么沉默 尤其其实他对于徐晓鑫委员 在礼拜一其实要提出 这个四方通讯的这个议题的时候 其实当天也发了一个新闻 就是那个靖周刊 其实又把他的那个大姑的老公 然后又说他涉及浅见 收收费落等等 全部又爆出来 这个听说这个是五月的一个消息 那时候就已经对 可是为什么选在这个时候 一起同一天去报这样的一个消息 我相信其实可能就是要模糊焦点 然后想要有一些掩盖 可是从这些我们都可以看到 其实他们对这个是有点担心的 那四方其实是什么样的角色 大概这两天都有非常多的讨论 可是他在非营业项目里面 他可以去做到这个舆情分析 尤其是在总统大选 还有台南市政府的这些舆情的一些标案等等 表示他们是有能力做的 那为什么有这些能力 然后他们又如何做 他们做的这些相关的资讯 或者跟电信业者做的一些资讯来源的一些交叉比对 到底是谁提供的 这个都必须要查清楚 尤其NCC尤其国安单位 因为现在最近不是一直很喜欢说第五重队第五重队吗 如果像四方电讯公司 其实他不只是绿营的友好的一个非常友好的关系以外 他甚至在香港澳门还有中国大陆 其实他都是有业务往来的 那为了某些的利益 有没有可能未来其实有很多的讯息 其实也会透露出去 我们像这样子的监控国人 万一到澳门或香港 或者甚至到中国大陆去旅游的时候 像这些政治倾向会不会被拿来使用利用 我想其实这个都必须要查清楚 到目前为止 NCC大概只针对我们的三大电信业者去做检查 可是对于很多的子公司 孙公司或者他的一些有企业往来的这些相关的公司 其实都没有做任何的查查的动作 那经过这个事件我相信 其实应该要来做 我们也认为因为王毅川最喜欢 尤其在选举期间 他说了非常多的大话 很喜欢讨论谁出卖台湾 然后一直讲民主法治 今天他自己碰到这个事情 应该要怎么样面对 好好的讲清楚 就很简单 这资料到底谁提供的 到底提供了什么样的内容 什么样的资讯 那这些只要交代清楚 我相信其实就没有什么好延伸 然后也没有什么好抹黑 那这个部分我们也希望说 就这个 因为像国安单位 还有很多都会把它推给 现在在司法调查 那司法调查 一调查如果是三年五年 那你这些国安的破口 就可能有三年五年 那对于人民的监控 这是大家最不能忍受的 可是你交代不清楚的时候 民进党没有脸去面对 我们很多的全体的国人 还要指控说有第五众队 或者你要去查查什么 我想这个部分 还是应该要由卑检 由我们的检调机关 去把它做好查查 当然我也不是太信任 他们愿意去真的去认真的查 那可是我们大家可以紧追 这个案子 让他可以有重见天日的那一天 好 到底有没有真相大白的机会呢 不过许晓星他是直接指控说 王毅川他其实就是拿了 这个民进党拿来的这个资料 这个手机的这个比对的资讯 是来自于中华电信的子公司 世方电讯 那么这个世方电讯的董事长 叫做吴彦宏 政商关系良好 然后也被发现 他过去其实是新潮流的跃脚 不只是这个大佬洪奇昌的助理 而且洪奇昌过去 被这个赖清德视为 是他的政治精神导师 然后吴彦宏也曾经担任过 蔡英文还有陈建仁 竞选办公室的主任 多次捐款给民进党 过去民进党被揭露说 其实派系的人马有不少人 都盘踞在中华电信的 各个子公司之内 那么现在这个世方电讯 又被质疑说 会不会其实就是 直接拿了特殊的资料 来帮民进党做舆情的监控服务吗 所以难道这个民进党看中的 不只是中华电信 过去认为说 可能是因为 可以酬庸很多人进去 飞到流油 但是原来更好的是 这些单位恐怕手中 有一些特殊的资讯 是别人拿不到的吗 蔡英文怎么看 我们从案情的发展 其实很容易 把事情弄得很清楚 第一个 王毅川在媒体上 公开讲的资料 那个资料是没有去识别化的 也就是非法的资料 违反了我们所有的个资法的保障的条文 所以王毅川假的 如果是真的 那对不起 王毅川手上的资料 就是非法的 第二个 王毅川手上资料哪里来的 那么现在徐晓星公布了 是有一家四方电信公司 提供给民进党的 那从已经知道的资料 也确定民进党的会议里面 曾经提出来讨论过 四方电信公司所提供的交叉比对资料 那四方电信公司 是不是也掌控了 没有去识别化的资料 直接分析以后就交给民进党 在做政治征访 征访谁 在征访民众党的小草们 那这个是违反了民主宪政的基本秩序 照道理如果一大法官的概念的话 这种政党是要解散的 那第三个来 那四方电信公司 为什么这么样的效忠民进党 那就不意外了 四方电信公司 能不能拿到去识别化的资料 其实也不用意外 为什么 因为四方电信公司 并不是一个 像我跟菲伟开一个公司 然后我们两个去跟 这个中华电信申请 我们帮你服务 它不是这样的公司 它本来就是中华电信 里面一个部门 主要先讲清楚 它本来就是中华电信的部门 有它的员工跟部门 我们叫做spin-off出来的一个公司 然后准备上柜 好一点好处的 听到吗 所以不是外面的公司进去 是里面的公司出来的 所以它当然了解到中华电信 怎么去掌控这些资料 所以你在要撇勘境 就很难撇勘境了 所以如果说 王毅川手上的资料 是真的如此 是没有趣事别化 那表示四方电信公司提供的 也表示四方电信公司 直接从中华电信拿到的 所以中华电信第一个时间讲说 哎呀 我们并没有拿给王毅川 另外两家公司说 我们没有给王毅川 也没有给第三方 那表示中华电信给第三方 那什么叫第三方 那就是你中华电信的子公司 在讲什么第三方 你现在还是最大的股东 就完整了 就表示 为什么中华电信 整整在帮民进党服务 那就不意外 自从陈水扁开始 中华电信几乎就是 民进党新潮流的地盘 为什么 中华电信你现在查 从以前到现在 MOD的生意谁来做 那一家公司是无奶管控的公司 在哪里 就在国民党中央导部的楼上 你从来没变过 生意好得不得了 那唯一的客户就中华电信 厉害吧 那现在再讲第二个例子 以前有一个专门帮中华电信 修理手机的公司 叫神脑 大家听我这家公司 民间公司 后来中华电信说不行 我要找另外一家不能给你独家享有 那就要妥协结果 我说好吧 我给你三分之一以上的股份 那本来说平安无事 说我给你股份 那你让我继续当董事长 所以民间的股东 继续当董事长 对不起啦 那有一个的女儿 要选立委的时候 他的爸爸就鸡权升天 刚好两个都姓赖 爸爸跟女儿都姓赖 不然 然后这个 马上就去接什么 接神脑公司董事长 叫原来的那个董事长 下来当总经理 你看厉害吧 所以这整个中华电信 就已经被民进党所包了 而且不只是包了 还是纯粹是什么 新潮流地盘 那吴彦宏是谁 宏吉昌的助理出身的 宏吉昌的助理出身 然后他现在 宏吉昌已经地位很高了 2019年赖金德选总统的时候 宏吉昌拼命帮他忙 到了这一次 他在选什么 总统的时候 宏吉昌拼命帮他忙 所以他的一个助理 这个脑稳稳地在民进党体系里面 就没有问题的 而且帮民进党管控 你要什么资料 我资方电信公司就提供给你 这个是人之常情 但是却是违法的 那我们回过头来说 那吴彦宏这个角色 重不重要 怎么能够当蔡英文的竞选 帮公司 他一方面也是 郑文燦这一挂 一方面也是赖青德这一挂 他主要是宏吉昌 你想想看 有一个人也曾经担任过 宏吉昌的助理 那个人叫赖青德 你听过没有 那这个人 吴彦宏也当过赖青德的助理 所以表示是师兄弟关系 那现在师兄当了总统 师弟混个四方电信公董事长 这个有什么过分 对不对 那因为民进党有个特色 他们这些人都没有什么电信专业 也没有什么 什么专业都没有 但只要民进党一执政 他们突然之间都有专业 这个好厉害 你不能不佩服 所以假如说 这个辉文 是民进党的重要的一个助理 你的师兄也当了总统 他本来不懂机械也没关系 明天就变成什么 中当公司董事长 就这样干的 明天这种玩游戏 就玩得让人家看腻了 所以你今天要说发挥关键性的作用 要监控 他不是监控百姓 我跟各位讲 他不是监控百姓这么简单的概念 他是监控民众党 监控你的敌对政党 小草是谁啊 你又没有来参加我的轻鸟行动啊 还有以前跟太阳花的那一批人 有没有重叠啊 已经到这个地步了 政治增防到了 你的政党没有办法公平竞争 这也是违背所有民族宪政的基本道理 讲一个例子就好了 尼克森当时怎么样 不想拿根筋拉出线 还派了几个人到民主党总部里面去要资料 这不是政治增防吗 你现在靠着中华电信去查民众党 国民党 还有这个马文军委员 还有胡安廷议员 你们到底在搞什么政治活动 去过哪一个装脚家 请问你 难吗 一点都不难啊 因为每个人手上都带着手机跑啊 手机定位 只要中华电机一抓通通出来啊 那谁在帮他这个忙 你执政党可以用这种手段吗 你执政党可以做这种事吗 如果我们是个民主宪政的国家 是绝对不准的 但是你们现在王毅川泄露出来了 就一拉像种子一样一刮 那你说地监处会不会办 不会办了啦 会办早就去搜索民进党党部了啦 马上去搜索释放电信呢 不是吗 那因为他们的头头性叫形态之后 更不会办啦 你放心啦 好 所以王毅川呢 他到底有没有透过这个所谓的特殊管道 取得民众的个资来监控百姓呢 情治单位啦 中华电信啦 通通都撇清 就连林嘉隆都火速跟他切割啊 那么王毅川呢 一度只好说 哎呀 我是用膝盖响的啦 好 所以前天呢 王毅川就到北检去应讯了 那么大家都猜测啊 就可以应该他就会这个变称说 我是吹牛的 或者是坚称说 我就是王羲之的 就是我的膝盖之道 但没有想到 他不是这样回答的耶 他竟然坦诚说 我是依照资料来推测的 这不就代表 王毅川也坦诚 他的确有拿到一份手机监控的资料 是不是就是在监控青鸟呢 根本不是靠他神一般的膝盖想出来的吧 现在政府单位全都说 没有提供资料给王毅川个人 但是徐晓星掌握的爆料 就发现说 其实呢 这个资料来源是来自于民进党的内部会议 而提供数据的人叫做中华电信的子公司 那么这件事情除非是发生在北韩 否则在任何一个民主国家 他是绝对叫做世纪的丑闻 但是现在整个民进党政府 好像没有人要出来跟老百姓交代 就是怎么一回事耶 这些监控的个资 到底是怎么留到绿营的手上的呢 这不是很奇怪吗 汉婷怎么看 现实上有没有这个监控到锁定个人的技术 有 透过这个技术可以清楚锁定 比如朱立伦 柯文哲当天去了哪些地方 然后他们跟谁见面 而这个谁一样透过监控 是可以知道这个具体的人 姓啥名啥住在哪 还可以再去查 朱立伦见到了谁 这个谁之后有没有跑去大陆 那他从大陆回来了之后 又见了谁 有没有再见到朱立伦 这样一查 哇 反渗透法 这样一查 国安无法 所以技术上可不可以 可以 当这个资料存在的时候 因为这个分析比对很容易就跑出来了 工程师一跑就跑出来了 如果有这份资料 如果你是赖清德 你会不会要看 你当然要看啊 如果你是民进党 你要不要看 你当然要看啊 任何一个有权力的人 怎么会放过这个机会 去放弃追踪 跟踪 跟打击自己的政敌呢 任何一个有权力的人 怎么会不利用这个武器 来扩大自己的权力呢 所以民进党说 我们有这个技术 但我们不做 不好意思 凭你的德性 我不信 如果今天是马英九 我可能还稍微相信 对吧 因为他确实是偏偏君子 但如果民进党执政 任何人说我有这个权力 但我绝对不会碰 对不起 老百姓不信 第二个我们来看 当徐晓星所爆料 五月二十七号 民进党召开会议 所以当天晚上 王毅川上节目 就侃侃而谈 大言不惭的时候 林又昌听到的第一反应 竟然叫做 哎呦 你在监控我 林又昌的原文是说 这是两位副秘书长 还是王毅川去报的料 民进党的党政主管会报 徐晓星委员怎么会知道 林又昌的发言 已经属于不打自招了 他不是去驳斥 我们根本没开这个会 我们根本也没有这个会议 我们根本就没进过党部 我们根本就没谈这件事情 他现在说 你怎么在监控我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的这句话前提 不就是你真的有开这个会吗 所以林又昌的话 已经完全等于坦白告诉大家 徐晓星委员讲的是真的 如果是假爆料 那民进党为何至今不提告呢 你不提告不就是心虚吗 但第一个我们从法律层面来讲 第一 因为徐晓星 他是在质询时间所提出来的 有质询时间有言论免责权 第二个 法律不论是诽谤 造谣的构成要件 是要有相当合理的查证 所以只要是爆料者 这个消息来源 比如说他确实是绿营的人士 或徐晓星 还要再多问一个别人 有进行查证的动作 基本上就是告不成 所以现阶段 民进党只要不提告 我就一天骂你心虚 你就等于是自我认罪 那第二个如果告了 法院判不成立 最后是什么呢 那等于是法院认证 真的有这个会 那民进党陷入两栏 那么除了政治攻防以外 回归到最基本的原则 这本件案情到目前 最荒谬离谱的就是 大家都知道 民进党很可能干了这件事情 大家都知道他在违法 大家都知道 他就是在毁线乱政 但是我们竟然无可奈何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到庶民大同家 昨天行政院将不会改革的 副一韩文送进了立法院 那么今天朝野三党就针对 后续如何处理副一案 展开了朝野协商 不料这协商过程当中 竟然爆发了冲突 好 韩国瑜院长一开始 开门见山 他就讲得很清楚 游戏规则 他说发言顺序是 三个党团各自轮流 如果有党团放弃的话 就会跳过 好了 那么在这样的前提之下 大家轮番的发言 但是呢 结果有一次是 庄瑞雄要发言的时候呢 这个韩国瑜原本呢 就已经要点他 让他发言了 但是没有想到呢 民众党就提醒了 这个韩院长说 不是说大家轮流吗 还不应该轮到庄瑞雄啊 所以韩国瑜也发现说 那好 那应该要先轮到 这个猴孟凯 结果没有想到 这个时候 庄瑞雄他就不高兴了 他然后跳出来说 不是讲好要轮到我发言吗 为什么又轮到别人呢 我不吃你这套 你很暗言啦 结果呢 他突然一下大吼 韩国瑜也吓一跳 他说等一下会回到你身上 你吼什么吼啊 这个庄瑞雄继续吼 他说 而且还拍桌子哦 他说你这才叫做吼 我也可以挑战你啊 你是立委 我也是立委 你只是人家选出来 你叫院长而已 我挑战你刚好啦 哇 这么凶的态度啊 所以韩国瑜也生气了 他说你在吼什么 你这什么态度 你拍什么桌子啊 庄瑞雄还继续呛院长 他说我这叫做吼啊 你才叫做吼啦 我就 你这叫做耍院长的权威啊 所以韩国瑜真的是气炸了 他就说不要戴帽子 天地良心啊 我主持会已经是尽可能的公平 你这叫做鸡蛋里面挑钢筋 不是挑骨头了 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血压这么高了 因为你根本不讲道理嘛 所以韩国就气到直接宣布休息走人了 不过后来呢 总算也是还是有结论啦 就是希望呢 决议是6月21号的时候要来表决 还好呢 这场协商最后还是有一点成果的 好啦 问题是呢 这个蓝伟就发现 这个过去行政院不是提出了 所谓的七大罪来反对国会改革吗 好 现在韩文送进来之后 才发现七大理由消失了 为什么呢 现在变成是6个合理的理由 因为里面原本有一些奇奇怪怪东西 被拿掉了 怎么说呢 比方说原本绿营的七大罪里面讲说 哎呀 你们是无差别的调查民众啦 怀疑官员有虚伪陈述就可以立刻刻刑等等 这些当初列在七大罪里面的字眼 在这六个理由里面就已经被拿掉了 再一档就质疑 莫非行政院也知道 原本这些所谓的复义的理由 根本是抹黑吗 孟凯就说了 收到行政院的来函 就发现七大理由变成六项理由 那么显然行政院也知道 原来里面有一些内容 根本就是在抹黑的 不过行政院的发言人也回应他说 如果你们认真的钻研的话 就会发现还可以找到 更多至爱难行的原因啊 好了 现在呢 连协商发言的顺序 竟然都可以被民进党拿来变成 是在借题发挥使用了吗 这是不是代表 未来对于所谓的国会改革 看起来民进党态度非常清楚了 就是要全面开战呢 霍伦哥怎么看 对 这个早上这个冲突 这个庄瑞雄委员 当然是大胜 为什么大胜呢 这个让韩院长开骂 这一定在坦 站在民进党 站在庄瑞雄的角度来看 这比买卖是稳赚不赔的 这就是刚才海雄委员讲 这个就叫这个庄瑞雄本 因为要动员 从礼拜五在花莲 然后礼拜六台南有两场 然后连续 这个朱立伦主席说要办一百场 吓死人啊 那就是累垮的国民党 这些继承的这些 县市长 这个党公子 要办一百 民进党也办很多场 那你这种场子就不能忍嘛 就是要动员嘛 那等到立法院 等到这个卓翁太来 然后要投票表学那天 立法院外面 七鸟也要来啊 对不对 不来的话 要去哪里领便当啊 领便当的人还是要去领啊 所以还是要去吃什么 什么红酒炖牛肉什么的 那你在之前看到的戏码 会再演一遍啊 好 所以刚刚这个汉雄说 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子骂什么 其实他们都是表演 当然韩院长忍耐也有一定的程度 其实这种朝野行商 本来就很难处理 因为民进党他一定不会 一定自己拦 这个都没有什么 这个好 这个亚裔的地方 倒是这个 这个之前啊 柯建民自己在脸书贴书说 他去拜访蔡前总统 去拜这个端午节前去拜访他 然后呢 他有三个叮咛 柯建民把他删除了 那蔡总统的三个叮咛是什么 第一个坚定这个支持赖清德总统 第二个呢 团结在卓鸿特院院长的这个指挥之下 第三啊 跟这个公民社会团体好好的对话 蔡英文这三个叮咛都没有问题啊 那我请问柯建民 你去改这个脸书的文干嘛 还是说蔡总统的三个叮咛 他碎碎念 赖清德不高兴了 然后今天我们记者去问柯建民 柯建民说 不要为难我好不好 这怎么可以不为难你 当然要为难你啊 贴文的是你 三文的也是你 我问一下会不行吗 你为什么要删呢 那蔡总统的三个叮咛 我就请问你哪一句不对了 支持赖清德 支持中泰 然后跟社会团体 公民团体好好对话 没有一句有问题啊 你反而是你删的文 是你心虚嘛 那你为什么要做这些动作呢 对不对 所以官朋友 你在下个礼拜看到 当然马文君委员 他们一定势必像沈柏阳那种的 一定要准备要去拼 那你就看到立法院再度的乱成一团 不过我有两个新闻跟大家讲一下 我是比较在意的 这个不会有人谈 我简单谈一下 这个叫做吴东静 大概你们都不认识他 那这个人你认识吗 叫做吴欣盈 是柯文哲的副总统搭档吴欣盈 那吴欣盈的爸爸是谁 吴欣盈的爸爸就是吴东静 你也好了 那我请问大家 这个案子 案情我们不要仔细谈 就一亿元交保 那一亿元对这种大财团 大金控来讲 这个是零头 好不好 那我请问 这个是2019年的案子 这边有写 2019年的案子 2022年已经裁罚了 就是金管会有一个行政的这个调查 已经罚遣了 那你2022年裁罚东西 现在是2024年 你为什么现在才去办吴东静呢 那我请问观众朋友 你为什么去年不办他呢 你去年在选举之前 你为什么不办吴欣盈的爸爸呢 那如果你办了他爸爸 柯文哲还会找他当副总统搭档吗 你告诉我 你养了一个案子养两年 我就请问金管会 我就请问你们这些检察官 你们在干什么 对不对 哪有人这样办案的 还有一个 这个当我的结论 这个你看了你会昏倒 伪造郭台铭的联署书 赌场的小弟被判刑 有这种事情吗 为什么赌场的老板 赌场老板 我们台湾就叫头家 那这个赌场的老板 就叫他小弟说 我们要帮郭台铭联署 然后呢 你负责去找人来 那个身份证赢本 要签这个联署书 结果这个赌场的小弟 接到老板的命令说 我又不认识这些人 然后我们这边赌博的人 来这边的伴侣就跟上 你身份证借我一下 我们来帮郭台铭联署 结果这个小弟很可怜呢 他就跑去找他的当铺的朋友 因为你知道 去当铺当东西是要 身份证要copy的 所以当铺有很多民众的个资 他就去找当铺业者说 拿这些大家抄抄的 所以他那个联署书是假的 被联署那些人都不晓得 因为你的个资被拿去 抄这个联署书 就赌场的小弟被判刑 我要请问大家 包括屏东县议会的议长周典论 他已经被收押五个月了 那我要请问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 你要我相信说 这些帮郭台铭联署的人 不管是联署真的或是联署假的 他们都是自动自发 自掏腰包 去银行把定存解约 拿自己的钱 然后冒着被起诉 被侦办的风险 去帮身价几千亿的郭台铭联署吗 然后全国各地这么多 郭台铭联署的案子 都跟郭台铭无关 我都不晓得 都是他们自动自发 他们好爱我 然后我很有钱 他们都自己出钱 都没有跟我拿钱 都是他们自动自发去 然后心甘情愿 然后被抓到之后 都没有供出来 你要我相信这个剧情吗 他一个联署搞成这样子 然后国民党到今天 还有人认为说 郭台铭是国民党的资产 看着郭台铭就是 大力的吹捧 这怎么样怎么样 他这样子 危机参举也没关系 他愿赌不服输也没关系 你们2020被他搞了一次 2024还要再被他搞一次 你们到底在干嘛 那这些案子检调有查清楚吗 也没有啊 这种像吴欣赢的爸爸 这种案子可以养案子养两年 然后由赌场的小弟去帮忙联署 我要告诉你 台湾的司法 就如同刚刚三位前辈讲的 你要去办王毅川的 案子那些什么的 我都不相信 台湾的司法是为政治服务 而且是标准的 办律不办律 办律不办律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到庶民大头家 郭志涵和绿营关系良好的网红 馆长陈之汉 他因为看不惯民进党的一些执政弊端 和绿营渐行渐远 不过昨天他在台中经营的一个健身馆 竟然被人开车冲撞 事后凶贤声称是因为到健身馆去应征 想当教练没有被录取心声不满来报复 其实这个休闲在冲撞健身馆之后 他下车时真的是神情自若 还敢呛来到现场的远景 那么馆长就痛批 这个是他听过最瞎的理由 如果只是因为没有被录取 就要来开车撞人的话 怎么不去找台积电之类更高薪的工作呢 就连另外一个网红陈宜也质疑说 这个货车在门口停留了好一段时间 似乎好像在观察这个现场的犯案时机 认为这凶贤看起来就是计划好的 根本是和他之前预袭是完全同样的套路 虽然说整体事件还有带警方来调查 不过程当中确实有很多不合理之处 所以馆长就怀疑了 难道是因为他经常批评政治 所以才会遭到人家埋伏袭击吗 蔡委员怎么看 馆长陈志安这个怀疑是合理的 你说单纯的应征一个工作 就会想要去弄一部卡车货车来撞人家的大门 这个情理上说不通 这个你应征的工作 全天下只应征成吉思汉这一家健身馆吧 不太可能吧 如果你是一个合格的健身教练 那是不是所有你应征没有通过的通通要开车去撞他 这不可能也没有意义嘛 不可能 我说很简单的道理 你要找工作 你不可能只找一家 然后你被很多家拒绝的时候 也不可能只有陈志安他公司拒绝你嘛 对不对 那你这什么意思啊 就百名师才找茬的嘛 这个通常都是有一些黑道的一种方式 报复的方式 要么砸人家电 那么要么就是给人家制造一些麻烦 那这个手法算是比较新 故意开个车机撞人家大门 那这个做法就很根本就是黑道团体在办的方式 那黑道是为自己做这个事吗 当然不是 一定要有力头 那有力头有报酬 谁给力头谁给报酬 你从那个人的嘴巴里面当然问不出来 所以这个陈志安说 因为我最近经常在批评民进党 那惹来民进党的人不开心来做这个事 那就没什么好意外了 因为以前民进党的台北市党部 也有黑道人士在主管 所以民进党部里面有黑道是很正常的 而且民进党部的整个系统里面 黑道会当到中常委 这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 而且还让赖清德在那边嗷啊喊 有没有 那你这样的不断的去批评民进党 这些黑道的民进党的重要人士 不爽的话找个小弟 找你陈志安的麻烦 这是很正常的 陈志安这样的判断是合理的 因为我们国民党骂民进党 他觉得反正你骂也骂也无伤 为什么无伤 因为我们的人听我的 那你们的人听你的 可是陈志安不一样啊 他是中性选民 而且在网路上 在对政治上比较没有特别倾向人 他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 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以前谁掌握他 蔡英文要选总统不掌握他吗 对不对 柯文只要选市长不掌握他吗 表示他是一个中性的 一个在网路上很红的 一号重要人士 那以前很多民进党觉得说 你不是跟我一挂的吗 哎呦你看 让我们蔡英文总统去参加你的活动 你把你的还把那个什么网路上 号召很多人去支持蔡英文 不要忘记 当时蔡英文跟韩国一悬 当时状况的确是如此吧 那现在他觉得 你是不是背叛我们民进党 怎么根本没有人在一起 所以这种报复的情绪就会产生了 那他来报复侯安年干嘛 他就懒的啊 报复他没用啊 就是河水不换井水 那他觉得被背叛了 所以才会找人来报复 就有点像最近那个什么 青鸟还是什么鸟活动 整天在骂黄国昌 因为他们以为黄国昌是跟他们一挂的 你以前跟我们是一挂的啊 现在怎么跨到那一边跟我们不一挂 还跟国民党站在一起 哇这个是什么可以原谅呢 所以哇整天 你看在立法院门口 上去都没在讲什么 什么国会改革 他们也不懂 其实青鸟真的笨得跟什么鸟一样 真的也不懂 上去就骂黄国昌 好 然后骂国民党 中国董的啦 好 骂陈辉辉辉就没有啦 蔡委员你叫你善良 你想想看馆长跟黄国昌 以前是怎么骂中天的 你还帮馆长跟黄国昌讲话 对对对 因为他改邪规征了嘛 他有吗 他有跟中天道歉吗 他有跟旺董道歉吗 他不是说我们是红媒吗 下一次来道歉 他不是说我们是红媒 那我们怎么都没有拿到小红媒 梅花开的是红色也不错啦 有红色的梅花就对了 我是不会帮馆长跟黄国昌讲话 所以在这种处境呢 不是我们在帮着想要分析事情的道理 大概就是这种情形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慢慢按个赞 大陆快艇闯进了淡水军机要地 如入无人之境 海巡虽然承认有舒适 但是告诉大家说 没有啊 这船一靠岸我们就马上逮人了 但是啊 到底是怎么逮人呢 最后竟然有三种不同的版本都不了 媒体就揭露了民众的一个报案的录音档 那么被撞了这个渡船业者说呢 有大陆的偷渡快艇耶 请海巡赶快来处理喔 结果海巡还问他说 你那边是哪里 这个吕理师就痛逼说 很少有船会横跃海峡的吧 加上现在是大陆的休渔席 那大陆快艇出港要做什么呢 如果军方海巡都有看到横跃海峡的船 难道一点都不怀疑吗 难道是我们的政府根本从头到尾 全都是状况外吗 文俊勇你怎么看 其实为什么会有三个版本 因为真的是面子挂不住 发生这样的事情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国安的破口 而且是不可思议 因为在这样子 其实这个前解放军的这个舰长 其实他是完成了一个成功的任务 在这样子的海巷 这样子的一个距离 还有油料等等 其实他已经掌握了所有的作战参数 而且成功登岸 这个事件其实凸显了我们现在国安团队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松懈 连这样子都可以进来 所以其实第一时间他们又不敢说天大的谎 因为很怕后面会被揭发出来 所以有三个不同的版本 因为第一时间是说他们自动逮人 可是后来才发现其实是人家报的案 而且他自己也很多的字数 讲出相关的这些问题 可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从民进党一直执政以来 其实我们花了非常多的预算 买了非常多的装备 不管国防也好 不管海巡也好 或者其他的单位 其实都花了很多很多的预算 可是他到底发挥了什么功能 我们来看看 其实像这一次可以登案的这一个事件 他并不是第一次 在110年的时候台中就发生过了 那也是自己上案以后 然后说他很冷 然后自己报案 请人家让他换衣服 吃东西等等 那已经发生三年了 可是我们居然还是没有任何作为 上一次在台中 这一次在台北了 而且距离我们的政经中心这么近 那现在到现在为止 其实包括他们都还说不清楚 是不是有中继船 所谓中继船就是 有没有大船把它放下来的 那到现在还不知道 现在只知道海巡的问题 它的SOP到底是怎么样 然后怎么会这么松散 如果真的有中继船 那连海军都有问题 因为我们买 做了那么多的雷达 它居然都没有发现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比较担心的 目前的状况应该是类似这样 我们民进场一直很喜欢买装备 像这一次发生这个事情以后 又说这个可能还需要再加装什么 红外线 热险巷鱼 对啊 雷达已经 跑到门口了还要再买 不要买了啦 他们通常发生一个事件 大概就是只想到要买东西 可是我们人呢 其实这一次很重要的一个 因为我们在放假 所以其实很多人是休假 他是用轮流轮值的 他可能没有积极地掌握 所以我们现在比较大的问题是这样 招了那么多的飞机人呢 招了那么多的船人呢 要买那么多的无人机谁操作呢 我们台湾是出生率人口倒数 全球一二的 我平均脑比较之后 放给我们台湾是出生率人口疑的 华尔强 我们台湾是出生率的 适应的 内湾是出生率人口蜂 而在参加了 什么运动人口远的 下温增与 的就是不主观的 那我们也是出生率人口远的